本人也不能做太多的幫忙防守 你要先把自己的防守球員卡爾守住 卡爾目前已經出手五次 包括了一開始的灌籃 約翰整個也有機會 也來一個飛天扣 一個暫停 稍微調整之後呢 他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就是攻擊藍光 而不是在外圍做一些的跳投 當卡爾被他輕鬆的騙起來之後 後面的補防球員就比較吃力 沒錯 守陣在壺頂位置的三分出手 短 籃板球強得很兇 卡爾又拿到 守陣這邊是張柏盛在看守球 在地板上 守陣沒拿好 發生了15 許志強 發球線後面的約翰 試探兩次之後 切分 再給他外圍的林瑞坤有了三分球 這就是我們說的 卡爾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優勢在哪裡 卡爾 卡爾面對的是約翰的防守的時候 其實感覺到速度上有點跟不上 跟不上槍下 當約翰呢 切入對對方斜防守 他可以把球分出來 你知道埋伏就好了 目前看了幾場比賽的 感覺卡爾在防守方面 感覺沒有他的進攻來得好 重攻親手 簡單講 這名球員可能喜歡在數據上面有所緊張 也算是另外一個洗刷刷打而已 他有抓到籃板 暫停過後 台銀隊已經追回了五分 慢慢磨到進區的正人為 出手勉強的約翰過來幫忙 剛剛回到一分上 尼瑞坤換手運手 到進區在蓋鍋 應該是GOTENDING GOTENDING 對 他後面的幫忙防守 打火鍋的時機稍微晚了一點 我這就一片氣的 卡爾做的單手的扣籃 有時候 不斷 應該是 叫阿尼 梭 出手 睡醒 阿尼 有點